解放军行我也行 台湾军队军改操作业 宣布把五大军团改成五大战区 体系化作战能力有可能获得巨大进步吗 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 叫军团 我们想军团显然是指陆军的建制单位 就是6、8、10军团 还有就是花莲指挥部都改成战区 叫做12345战区 有的朋友就调侃说 你这不是学中国人解放军五大战区吗 东西南北中吗 它是12345 那么我们讲台湾军队 它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变呢 实际上这种改革编制或者是编制体制 它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联合作战的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军团显然是国民党时期 打内战的时期 这种大兵团的陆地作战 那么现在你拿到台湾地区去进行这种作战 显然不适应未来的战争 所以我认为它现在要改革这种编制体制 还是要就是解决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任务 就是因为你将来的时候肯定不是陆军打陆军 海军打海军 空军打空军这种就是军种对军种的作战 而肯定是陆海空三军联合起来作战 那你现在这种编制体制显然是不符合 就是未来战争的 所以它要改进 那么我们再说 你这个改进可不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一件事情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中国人解放军 东西南北中五个大的战区 那它是陆海空火箭军的联合作战 那它这个区域和它武器装备 那是非常强大的 也是这样训练的 而你想台湾军队 你首先你这种 比如说六八十所谓这种军团 它是陆军的 你就给它改成了三四五战区 那么你作战的时候 首先它是管着这一小块地方 然后是陆军的武器 陆军的官兵 那你空中的来袭 你怎么办 是不是 你有飞机去迎队吗 海面上的这些舰艇就是进攻 或者是说海面上登陆部队 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靠海军的部队 去迎接 或者是去对抗 你有海军的部队吗 没有吧 那你这样的话 就是你这个编制体制 名称变了 但是真正的能力没有改变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 去调侃说 你没有战力 怎么改也没用 确确实实说到点子上了 就是你改变之后 你必须要把武器装备 要配备上 比如说海上的作战力量 空中的作战力量 你必须融合进去 陆海空三军 这才叫比如战区 才符合陆海空三军 联合作战的样式 这个才叫战力 因为武器装备加上人员 这种结合 它才能够形成战力 而且这个战力不是说 你把这些武器装备 比如说咱们给了第五战区 它就算给了第五战区 你平常时候不进行训练 也没用 因为像英国 它也是这样一种 就是叫应急作战的机制 因为如果没有人攻打英国的话 它就跟着美国去打别人 打别人的时候 它这些部队 所谓皇家海军 皇家空军 还有陆军 它都是平常的时候 这些部队叫常设联合司令部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战区 作战的时候的战区 然后一起训练 这样它打伊拉克的时候 打利比亚的时候 它部队才能调出去 才能就是联合起来作战 才能被配合 你像台湾 你改个名称 就像有战斗力 就像通过这样的编制体制 就能联合作战了 其实是做梦 所以我们对台湾当局 就是不出这样一条消息 我们只能分析呢 就是它已经意识到 如果它现在这样的编制体制 如果是它现在这样的武器装备水平 如果是它现在的这种作战的能力 它根本就不堪一击 所以它现在首先要从编制体制上 进行改变 那既然改变之后 所谓战区了 那我们就看它将来 怎么把陆军融合进去 怎么把海军和陆军结合 怎么把空军结合起来 怎么弥补它的这种立体作战的能力 这都是需要大量的投资 还有人员大量的这种训练 这才能形成战力 所以就目前而言 它改了个战区 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